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又到了李天孝快评天下事时间 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 习近平访问韩国冷落朝鲜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7月3日和4日两天访问了韩国 这本来不是一件大惊小怪的事情 但是呢现在呢国际国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呢是认为这个习近平呢 是打破了自92年与韩国建交以来 中共领导人首先访问朝鲜 再访问韩国的传统做法 而且呢金正日是在三天内放了七枚导弹 但这回七枚导弹不是针对美韩放的 而是针对中共习近平访问朝鲜而来的 那么这就掀起了轩软大波 但是呢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呢 这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是吧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回访 那么习近平访问韩国引起了这么多的议论和分析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里边有两种解读 或者说两种看法 可以值得探讨 第一个就是说 在中朝之间呢确实发生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一些局部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析 但是呢 这种看法和分析不足以大到两国现在就分道扬镳或者是决裂的这么一种程度 确实从北朝鲜来看 他一直是是吧 坚持这个核武 那么这个核武啊 据说是激怒了习近平 确实习近平曾经跟他写过信 是吧 叫他不要进行核武 是吧 这么一种谈判的这么一种条件 因此呢 影响到了中共的利益 所以说呢 习不满了 是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朝鲜呢 确实是不愿意像中共这样进行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是吧 但是虽然做了一点 但是呢 离中共对他的要求差得比较远 是吧 还有一个 就是朝鲜在处理 对中共处理周永康等江派人物是不满的 这个里边呢 我要多说两句 就是说实际上啊 在2010年金正恩接位金正日的时候 实际上是周永康代表中共 直接到了朝鲜 说接见了这个金正恩 所以说呢 是周永康首先承认 代表中共承认了金正恩的地位 所以金正恩觉得有恩于这个 就是周永康 所以呢 中共与金正恩政权现在的关系呢 这个里边就是说 周永康这江派的人物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那因此来说呢 当习近平拿下了周永康的时候呢 金正恩是不满的 那么因此呢 他在七天之后就处理了张成哲 猝死了张成哲 当然了这里边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张成哲的话 是代表这个朝鲜跟中共联络的一个主要人物 另外的话 这个那当然这一点也正是金正恩要用此来反击 习近平处理这个这个周永康的一个要点 另外的话张成哲他也是管贸易的 据说是他把那个贸易的利益拢在自己手里 引起金正恩不满 还有等等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关键在于就是说 实际上是江派人物对金正恩的支持 和习近平处理了这个跟金正恩联络的中国方面的周永康等人 所以呢 金正恩呢 对此呢 根根于坏 这一点是中朝之间引起现在一些矛盾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据这个日本方面的外交杂志一个网站报道 朝鲜现在内部出了个文件 就是说这个文件呢 就是抨击了习近平的中国梦 同时呢 把中国现在说成是这个叛徒 是吧 说成是这个敌人 同时减少 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在经济方面 等等这些 据说也是中朝之间产生一些疙瘩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这个中朝之间确实有分歧存在 但是呢 不是根本错读 而是一种局部的不合 因为首先 这个中朝之间仍然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 是吧 一个集权的专制 一党专制 那么在这个一党专制下 两者是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的 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而朝鲜执行的呢 实际上是这个毛泽东的路线 而现在中国奉行的呢 是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路线 那这个之间呢 没有根本的冲突 因为习近平呢 他也不否认这个毛的路线 他说的呢 两者都要都不反都不否认 是吧 那因此来说呢 如果说朝鲜是跟着毛泽东路线走 闭关自首 是吧 也不改革 这个跟习近平现在的改革开放这个路线之间 实际上只有具体的利益的 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歧 而不是说在根本利益上 放弃共产主义这个一个根本的冲突 所以这是一个一点 另外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呢 朝鲜对中国来说 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因为中共政府 它可以利用朝鲜 继续跟美国 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 进行讨价还价 比方说当美国和西方政府指责中国 中共的这个人权迫害政策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中共要利用朝鲜出来 跳出来放几个导弹 或者是核实爆 这样的话 美国就认为 那个朝鲜的后台 保护伞是中共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中共要管好自己的这个看家狗 是吧 那个 那这样的话 就会叫中共向朝鲜实验 这样 中共就就此取得了 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这个中共它也没有 从根本上放弃对朝鲜的援助 因为中共对朝鲜的 在能源 粮食 资金 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 都是朝鲜能够存活 能够继续保持它的政权的 一个基本的要素 但中共在这方面的话 基本上没有任何 这个要改变的迹象 同时 中朝之间有军事协定 就是一旦朝鲜 受到军事上的这个威 或者是 第三国的军事威胁的时候 中共就会派出军队到朝鲜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在这上面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因此我认为中朝之间 现在访问韩国 而不访问朝鲜 这只是说双方即使有矛盾 但这种矛盾也是一种 不是根本的矛盾 而是一种政策和具体利益上的一些分歧 第二个解读 第二个解读就是什么呢 这个中韩之间实际上现在有着现实的利益的 互相的这个交汇或者可以利用的因素 怎么说呢 从中方来说 是吧 现在中国和这个日本之间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打造了一个几乎要插枪走火 或者发生冲突的 小规模冲突的这么一个地步 那因此呢 中国中共方面是有意的要利用这个韩国来制衡日本 因为韩国跟日本之间也在岛屿上有这个争端 是吧 所以双方在这点上 这个中共是看中了韩国的这么一个平衡力量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共想利用跟韩国的这个交往 在美国和韩国这对盟友之间打进一个切子 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韩国来说呢 我想也有两点 一个呢 就是说韩国认为双方的经济交流 使得韩国能取得更多的利益 比方说 现在韩国跟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200多亿美元 这是韩国自己公布的数字 然后今年年底很可能还签订 这个双方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的话 韩国觉得这个 他现在是把 是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国 因为韩国跟美国跟日本 总的贸易量加起来 还不如跟中国的贸易 那么这个贸易呢 这个经济呢 对韩国来说是看的比较重一些 对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韩国认为可以利用中共来牵制北朝鲜 对北朝鲜对来对他施压 使得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第一 美国和韩国才是真正的这个盟友 因为你想第一 在这个第一场战后的战争 就是以美国和韩国为一方 以中国和朝鲜为一方 大的朝鲜战争 那么朝鲜战争对朝鲜 结果 它的结果对朝鲜今天 对这个韩国今天的发展 起到了这关重要的作用 它帮助保住了韩国的民主制度 使得韩国有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 今天韩国的产品 比如说它的这个手机产品 它的这个平板电脑产品等等 都是在美国市场都是名牌 电视机也是名牌 Samsung是吧 那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是因为美国保护着它 在经济上也给了它 足够的这个资金 使它能够扶着它能够上来 所以说美国是韩国真正的朋友 今天美国还有近三万的美军在韩国 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那个朝鲜 以及它背后的中共政权 对韩国的威胁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恐怕 呃 朴槿惠 想利用中国来制衡朝鲜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行为 因为如果说 中共真正的想制约朝鲜 想对朝鲜的行为进行施压的话 那么 不用别的 中共只要停一停油管 停止这个粮食援助 是吧 减少对它的资金 或者是终止这个中朝之间的军事条约等等 这个任何方面 中共只要做一些 那这样的话 很可能朝鲜就会怪怪的听话 但是中共没有做的一项 而且中共也不会在最近的将来 做任何事情 看不出任何迹象 所以说呢 对这个韩国而言呢 我觉得是把中共的这个作用看大了 还有一点 其实中共跟那个韩国 访问韩国 然后冷落这个朝鲜 还有一点就是为中共 现在在东南亚 这个外交上的危机来解围 为什么呢 中共在南海地区 跟几乎所有的 主要的这个南海国家 包括越南啊 菲律宾啊 还有其他国家都发生冲突 是吧 在日本那边当然也发生冲突 在印度洋跟日本之间也有厉害的冲突 那么美国现在又采取了 重返亚洲的政策 在这样一种外交的危机中 中共需要寻找一个突破点 来这个解脱它现在 所受到的这种围堵和包围的 这么一种态势 那么这个呢 跟韩国之间拉拢关系 我就成了一种 它所认为的一种方法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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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